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百香果酒釀造 我們買了一袋百香果來釀造百香古醋 先放置幾天,讓它厚熟,甜度會較高 我們純釀造百香果醋的釀造程序 第一集是跟各位介紹 純釀造百香果酒的前置作業 第二集是新鮮百香果的質變 就是百香果的酵素發酵 第三集是百香果酵素質變 百香果的酒精發酵 第四集是百香果酒的質變 百香果的醋酸發酵 我們開始跟各位介紹 我們將百香果洗乾淨以後 再把它晾開 在前面約五分之一處把它剝開來 這樣就不會流出百香果汁 先切開後 用湯匙挖出裡面的果肉 我們做一次性的處理 水果釀酒通常可以先將新鮮買回來的水果 放置一段時間 經過厚熟之後呢,糖度會提高 這樣子可以節省用糖的量 但是缺點就是可能會導致壞果 所以時間的拿捏就很重要 我們陸續將全部的百香果肉挖出來 集中在容器內 全部處理好以後呢 我們量一下百香果的糖度 百香果的糖度蠻甜的 有16度 我們秤一下它的重量是644克 準備一個1100毫升的玻璃瓶 把它倒進去 重量剩下約636克 我們把它補足糖分加白砂糖 46克 剛剛已經加了兩克 現在再補加44克 再把它充分攪拌一下 再把它充分攪拌一下 我們攪拌的目的是要加速糖的溶解 與發酵 天然發酵的釀酒方式 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首先是先經酵素發酵 再經酒精發酵 我們最終是要釀造出 天然發酵的百香果醋 釀造的過程是 百香果一條龍的釀造 首先 酵素發酵 再經酒精發酵 最後醋酸發酵 以上釀造過程 等待的就是時間 我們把它封蓋 做比較長時間的無氧發酵 貼標著名釀造日期 謝謝觀賞 請記得訂閱收看 更精彩的第二集 就是新鮮百香果的植變 百香果酵素發酵 開口 2 1